以上是讲无见仲谦 再来说禅心恶极 这一句是在说明 观世音菩萨能够救众生 色身乃至内心一切的痛苦 我们先说心病 这个禅心恶极 是无见仲谦的根本 古人说心为业主 心是一切万法的根本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有病 所以今天才那么苦 内心的贪嗔痴 会发动我们的身口意 去造沙道淫 而招感三徒二道之国 众生的心病了 而且还病得很严重 老和尚说 我们的心本来是大智慧光明障 可是自从一念诗原名 八万尘老巨作弊 这些八万四千的 陈老烦恶 把我们的心 缠得死死的 透不出一点光明 所以佛法讲无明 就是指这个缠心恶极 你想要 免离生老病死 想要不要再受 无见仲谦 那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病治好 怎么治呢 老和尚常教我们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欲 若多称慧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称 若多于痴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痴 淫欲称慧于痴 这是一切众生 尤其是我们 末法众生 最严重的病 虽然是那么严重 可是菩萨 还是能救 观世音菩萨说 恶事拙乱法灭食 淫欲火盛 心迷倒 若能称念大悲咒 淫欲火灭 邪心除 虽然我们的烦恼兼固 如大山 但是 这句观音圣号 就好像金刚 魔尼宝一样 能够破坏一切 而不为一切所坏 再重的心病 菩萨都能够救 也许会有人想 断烦恼 应该要靠自己 用智慧去断嘛 因为烦恼 是在我们的内心 怎么可能 念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断除烦恼呢 这不合乎因果嘛 哎呀 怎么前面说了那么多 到现在 还有这样 不正确的想法 的确 断烦恼 要靠智慧去关照 靠智慧去断 可是 你要靠谁的智慧 我们自己 有多少智慧 你的智慧剑够力吗 能够绝斩烦情一刀断 而不藕断丝连吗 之前说过 我们不要总是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才要回过头来求佛菩萨 印竹常说 要信 信什么 信我是业力凡夫 决定不能仗自立 断祸正真 了生托死 信佛有大事愿 我若通生靠岛 一心归命 至成称明 佛必垂慈皆引 带我去西方 这句观音圣号 就是万德鸿鸣 什么叫做常念 法治大师告诉我们 今称常念即是正念 体达烦恼信无所有 如此正念非是智慧 更何处密智慧 离开了这一句观世音菩萨 你还要去哪里找智慧 只要你念 有烦恼一来 你就大声地念 念念的当下 就是大智慧 大光明藏 最锋利的般若智慧剑 以菩萨的智慧 来作为自己的智慧 那还有什么不能够断的呢 决定可以 因地心弃果地诀 转凡成圣了嘛 再说 烦恼是在我们心内 那难道观世音菩萨 是在我们心外吗 这是不明白兴趣的道理 观世音菩萨 也在我们心内 自心观音 断自心烦恼 有什么妨碍 不但没有妨碍 不但是符合因果 而且是最殊胜 最方便的因果 以上是讲 禅心二级 由于时间的关心 我们后面 观世音菩萨 如何制众生的禅身二级 就留待明天以后再说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